所以佛法教人都从内学 佛经成为内地人 佛学成为内学 民国初年 欧阳静吴在南京办内学院 那就是佛学院 他不想外 他想内 为什么 内是心性 能生能心能病 外面的境界是所生所心所别 把那个能抓到之后 外面所心所别全都解决了 这真的回处 我们再把话说回头 在今天我们现前的环境怎么办 我们怎么学法 现前环境的语言 可以说是我们有史以来 最不容易 成就的缘分 那就是什么 善缘少 卧缘多 卧缘是太多太多了 善缘是太少太少了 我们六根所接触的六成经纪 都不是谁 我们的老祖宗 讲两句话 这两句话 我们拿它来观照 现前的社会 这个社会包括全世界 你就会看得很清楚 你看这什么话 万物迎为首 不善效为心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社会 整个社会 是向着我的方向走 还是向着善的方向走 向善的方向走 那就是小题 向我的方向走 就是啥道阴望 于是我们就明白了 为什么 天灾人后这么多 不善业所感召 这极乐世界为什么那么好 那是 别善效为心 造成的 每一尊佛 每一尊菩萨 都是大小子 这我在以前讲经教过 笑 谁能做得圆满 成佛 笑去圆满 等着菩萨还不行 为什么呢 他还有一瓶身相 无名媚婆 他的笑不圆满 为什么 我们的父母 对我们的期望 是圆满 还欠缺一点 他还不满足 为什么 为什么菩萨 还要努力 精进 一定正在 究竟的圆满 佛果 那是孝亲的圆满 针对着去父母 真孝顺 那么这个社会的造成 我们不能够怨天尤人 这个音很复杂 明了了 我们就能够原谅一切人 不怨天不尤人 历史造成的 满清王国之后 这一个时期 社会都在动乱 动乱 事出事法都不能建立 这个要知道 事出事法了 都是建立在 安定的社会基础上